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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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1月16號 台北股市今天跌了34點 早盤直接是出現開低的 但很多人是說 因為美股下跌 或者是法國的一個恐怖攻擊 但是事實上這一波台北股市 短短一個禮拜以來 已經從8800點 跌到8300點 這樣子下跌的幅度 有超過了500點的一個空間 很多人在11月初的時候 並沒有所謂的風險意識 也就是當時候 台北股市來到8700 8800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片看好 但是現在的話開始覺得害怕了 為什麼 恐怖攻擊又來了 美股又在下跌 台灣經濟狀況也不好 政治因素亂七八糟 很多因素 很多人會用所謂的一個利空消息 來解釋這個盤勢 到底它為什麼漲為什麼跌 但是微博一再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台北股市 或者是你要投資 你要佈局的一個個股 或者是你要放空的個股 每一檔股票 以及每一個指數的變化 你都可以借用依據 也就是微博用博日指標 來判斷說它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會跌 所以現在很多人關心了 來到這邊 今天出現一個下影線紅K 有沒有機會出現止跌 我們先從第一通訊息 來跟各位做說明 只要所有的操作 你都有依據 基本上 你不會有那種 用猜猜看的一種原理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今天開低了之後 為什麼沒有繼續往下殺 反而開低之後 卻往上拉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來做說明 這是今天 11月16號 9點02分 微博發給全體會員的第一通解盤 好 各位你看我怎麼講 每股大跌 沒錯吧 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 還沒有發生那個恐怖攻擊的時候 每股就大跌了 好 每股大跌 再度影響 台股開低 今天開低是這個原因 好 再來 重申 只要日線博日指標沒有轉上以前 台股就是向下看 這個我們有跟各位模擬兩可過 只要博日指標沒有轉上以前 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 因為博日指標是向下 沒有轉為向上以前 台股趨勢就是往下看 好 而短線是否出現反彈 則以30分線博日指標判斷即可 好 各位 我們因為這一波微博都是 帶會員做放空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手中都是空單 而且是全部獲利中 好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重點在這邊 美股大跌 再度影響台股開低 今天下跌的時候 很多人會想說 法國發生了這個恐怖攻擊的事件 是不是現階的影響到台股股市 事實上我認為多少有一點影響 心理層面的 但是今天的下跌 就台股而言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博日指標 早就向下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就是美國股市 因為美國股市的大跌 讓台股變成跳過開低 各位 那為什麼美股會大跌 博日指標的功能性 它不只是可以看台北的股市 像我們台灣的上市加上跪 包括期貨 還有包括選擇權 全部都可以用博日指標看 還有包括什麼摩根 新加坡摩根指數 各位 博日指標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叫做國際股市 博日指標的功能性很多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了 包括什麼 高低檔資分 對不對 包括電腦版 手機板 包括長線 中線短線 依據明確 所謂短線就是30分線 各位 選股功能 這之前我沒有講過 微博親自教學 全球股市一手掌握 各位 博日指標它除了可以看台股之外 它也可以看美股 它也可以看歐股 它也可以看亞股 所以各位的朋友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到窮的博日指標給各位看 那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它會跌了 絕對不是因為恐怖攻擊的發生 來 我們看一下博日起股決策的畫面 在F12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全球股市 好 各位 我們直接看全球股市的地方 我們把它切換進去 這個是全球股市的一個報價 有沒有看到 包括什麼新加坡 日經 這些都有報價 對不對 道琼啊 台股為什麼大跌 因為道琼跌了202點 那這個是目前為止還在報價 還在跳動的 這我們不管它 好 目前的那個道琼盤後 也跌了61點 這是盤後 道琼的一個所謂盤後電子盤 這不是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道琼的部分 會下跌那麼多 不只道琼啊 那斯達克也跌了1.54% 跌了77大跌 包括S&P 包括費半 全部下跌對不對 美國的四大指數 全部都下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切換到 直接切換到 美股去 我們確認一下 這個是 這是不是道琼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104年11月13號 就上個禮拜五的道琼指數 很多人說是 13號星期五 所以才發生什麼 後來恐怖攻擊 好我們先不論這個 這是日線 好日線代表趨勢對不對 好我們看整體 各位之前的道琼是不是在上漲的 這也沒錯啊 之前道琼上漲的原因是因為 各位有沒有看到 博人指標是向上的 所以因為道琼之前上漲 是因為博人指標向上 所以道琼上漲 重點來囉 各位 你看這個位置點喔 我們先把它回到這邊好了 就是還沒有向下以前 我們隨便找一天來看 當道琼已經來到 大概是17800點左右的位置點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我請問各位 請問是高檔還低檔 從博人指標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已經進入了 所謂的高檔區了 所以事實上 那博人指標已經跟你講說 來到這邊叫高檔區喔 來到這邊叫高檔區喔 從這邊漲上來 一路博人指標向上向上向上 來到這邊高檔區 你要小心謹慎 一旦轉為向下 什麼時候轉為向下 這一天 這一天 我們確認一下 是否轉為向下 東能線93 趨勢線94 所以原本從向上 變成向下 就是在這一天 好 那這一天它變成轉為向下了 從原本的多方 變成空方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道琼會跌 從這一天向下之後 跌到這邊 還有跌多少點 總共跌掉了 大概是500點左右了 所以它會跌的原因 是因為博人指標向下 好 我們剛才看了 這是道琼對不對 這是道琼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這個叫做 納斯達克科技類股指數 納斯達克沒有錯號 好 好各位 這是日線 好我們看整體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跟道琼是一樣的東西 之前為什麼 納斯達克上漲 因為它的博人指標是向上 同樣這個地方來到高檔區 來到高檔區 代表說它上面的空間有限 一旦向下 它就開始拉回 會拉回到什麼時候 拉回到未來 再度向上那個時間點 好 為什麼最近的道琼 納斯達克 那個S&P廢辦全部都下跌 美國的一個都下跌 因為博人指標轉為向下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微博在帶會員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看美股 不是只看台股 眼光不可以這麼的小 操作過程當中應該要面面俱到 博人指標功能性 它就是在幫助你 在做一個有效判斷 很少有指標 有所謂可以看國際股市的 一個指標走勢 但是博人指標之所以 有辦法給各位看國際股市 這是我們當初在設計的 就是要給我們的會員 在使用上 你可以多關心一下 國際股市 有沒有可能影響到台北股市 所以很多人 對今天的跳空下跌 有的人到上個禮拜 是留多單的 但事實上留多單是對的嗎 今天來看當然是不對 但是如果你從台股的 不論指標是向下 美國股市不論指標是向下 我請問你會做多嗎 應該是這樣講 放空都來不及了對不對 我們先姑且不論去做放空 你風險有沒有做一個有效控制 所以各位 為什麼美國股市 它會影響台北股市開低 就是因為 美股的博人指標是向下 這一點 微博已經跟各位投資朋友 講了很多次了 其實博人指標功能性 不只是 可以看國際股市 另外 博人指標 有一個非常好的 也就是 剛才有跟各位講 叫高低檔觀念 各位 什麼叫高檔 什麼叫低檔 我們之前都有跟各位做了一個教學 對不對 高檔它會來到一個數字 博人指標 使用原則第二條裡面有說 博人指標要有高低檔之分 80到90以上叫高檔 20到10以上叫低檔 然後請問各位 剛才都給各位看過了 道琼的部分 是不是之前來到高檔區 包括納斯達克也是一樣啊 當大家納斯達克已經漲漲漲一波的時候 各位 事實上都已經來到了所謂的高檔區了 大家都不知道 來到高檔區 一旦它轉回向下 它就有可能會拉回啊 所以各位朋友 在操作上的時候 是不是有依據 微博之前在節目裡面 我大概講了兩個禮拜 很多股票 包括連台北股市 都已經來到所謂的高檔區了 來到高檔區要有風險意識啊 不要只是想到賺錢啊 所以你來看一下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們把它回到台北股市 你會發現所有的依據 只要有一個判斷的 確定的依據 來 大家應該這邊都還很熟悉吧 這是來到8800點啊 來到8800點之上的台北股市 然後請問各位 是高檔還是低檔 沒錯吧 這是台股啊 這是大盤啊 在11月初的時候 來到8800點 大家都在追股票啊 各位 我們是怎麼跟我們的會員講的 我們是怎麼樣的動作的 這是11月6號 11月6號禮拜五的時候 它形成一個狀況叫博日指標向下 所以各位 從台北股市是不是就是因為 博日指標來到所謂的高檔區 你要有風險意識 它既然轉為向下 它就有可能會拉回 那你就看博日指標它會拉回到什麼時候 因為行情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也不是我可以說 我希望今天漲就今天漲 我希望今天跌 是我們要去配合它 不是它來配合我們 所以操作過程當中 微博一直跟各位同朋友講 你要弄清楚什麼叫做向上 什麼叫向下 微博之前跟各位說過了 這個行情要漲 只有一個條件 叫做日線博日指標 要確定向上那一天 所以向上的意義代表就是 有機會往上 那向下意義就是表示 目前的方向它是往下看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 當行情出現的變化 我們才一直做放空對不對 從11月5號開始 這是11月5號第一次做放空 11月5號之前我們都是做多的 但是11月5號之後 我們就開始大概在8800點 至上做放空 然後甚至在8600點 還在做放空 這是到11月9號的時候了 所以各位同學朋友 我們所有判斷方式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會發現我們的判斷方式 都是運用一個原則 叫做博日指標日線 跟30分線 來做一個有效搭配 什麼意思 日線它是判斷趨勢 但是30分線它判斷短線 也就是說 日線你去判斷趨勢的一個漲跌 一個長期的走勢 但是30分線可以讓你去抓 今天或者是明天的一個 短線的一個反應 舉例 我們就以今天的台北股市好了 今天的台北股市 早盤是面臨什麼 第一個 美股大跌 剛才講過了 第二個 法國遇到了恐怖攻擊 對不對 好 那市場今天很多人 做多的老師都會講說 因為遇到了美股下跌 因為遇到恐怖攻擊 所以台股下跌 微博已經跟各位解釋過 為什麼台股會跌的原因了吧 博日指標已經說明了答案了嘛 對不對 好各位 當你知道這樣的消息了之後 今天早上我相信 一旦開低的過程當中 你會不會去做放空 有很多人是這樣子喔 好像真的要跌了耶 那8800 8700 8600 我沒有空 我今天跌到哪裡 今天最低大盤 比如說跌到8200 我去做放空 今天旗子最多跌到哪裡 旗子最多 也是一樣啊 早上開低的時候 很多人搞不好去做放空的動作了 但是如果你早上 殺下去才做放空的話 你今天被嘎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 剛才我們訊息已經有講了嘛 來 今天大跌跳空開低的原因 是因為美股大跌 好 重申只要日線沒有轉上 以前台股趨勢就向下看 但是短線是否出現反彈 則要以30分線博日指標來做判斷 各位同志朋友 我給各位看 今天的30分線好不好 你就會發現很 很清楚的一個依據啊 這次大盤 這一波為什麼會跌了500點 因為日線向下 我們把它切換到30分線 來喔請問各位 我把今天開盤的位置點給各位看 這是今天開盤的位置點 好 各位 當今天開盤的時候 還在往下殺對不對 延續昨天的往下殺 所以今天開盤往下殺 是因為30分線向下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不僅沒有再殺了 它的普通指標還轉為向上 所以當今天的開盤 我們看整體好了 今天開盤之後 30分線竟然又轉為向上 各位 今天會再繼續殺嗎 答案已經揭曉了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為什麼沒有開低 繼續走低的原因 是因為 來到這個地方出現了30分線往上 所以接下來 微博要跟各位判斷明天的走勢 一樣 所有的判斷都是運用日線加上30分線 明天如果30分線繼續往上 在這個地方 明天如果30分線繼續往上 各位 明天還有機會反彈 但是 它只是反彈喔 為什麼 因為日線還是向下 趨勢目前還是向下 如果明天的30分線再轉為向下 各位 微博會去再加空放空它 因為 目前的趨勢是向下 如果明天的30分線轉為向下 我就去放空它 就跟這個地方 有沒有 當這地方再度轉為向下 我就去放空它 它就下來了 懂我的意思嗎 微博要給各位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的操作 你只要有一個依據 基本上 我認為不會有很大的一個風險問題 那個股部分呢 個股部分 目前微博帶會員 都是做放空的動作 那我就不要再去吹噓 我們到底帶會員賺錢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要讓各位知道 股票的操作 跟大盤 我剛才跟各位講的 運用日線跟30分線 道理是一模一樣 你只要這樣子做 你可以抓到它整體的一個脈動 微博等一下來示範給各位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小 mater 請用五分鐘 吹氣聽 請用起聽五分鐘 五分鐘 吼吼 陈通投顧陳老師 是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有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带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振军 城东东部 只能托付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终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求是有翁賴 额排气密床 你又有原来喔 我请育婴假 蛤 你又有什么 不是啦 那时候也可以申请育婴假和你 育婴今天 我现在跟我老闆也怕关心 我都可以心情生活费不住喔 下队啦 都退休了 老保留年年金啊 每个月都在领耶 花出债耶 你基本工资也逃生耶 这次我去别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够金 马克 安心生活啊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有的操作 不管是你要判断大盘 期货指数以及个股 同样的逻辑 用日线去判断趋势 用30分线判断短线 股票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前一波台北股市 从7200点上来的时候 微博有曾经带会员 去操作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3163PROVA 这是今天PROVA PROVA目前为止是33块 前一段的PROVA是这样涨的 这一段的PROVA是这样跌的 我们先来弄清楚 为什么这一段的PROVA会涨 那为什么这一段的PROVA又会跌 好 一样 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用PROVA指標来看 这是3163PROVA 之前我们带会员做事做这一段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稍微再把它缩小一下 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这是大概4个月以来的PROVA走势 这个地方从25块涨涨涨涨 涨到42块多 然后又从42块多跌跌跌 跌到现在33块多 好 重点来了 微博当初带会员操作PROVA 就是操作这一段 因为我们操作的原因 是因为PROVA这边向上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 把PROVA出掉了 为什么这边要出掉 各位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是出到这一天 10月30号 这一天微博带会员卖掉PROVA 卖掉40块 原因是因为它当天从 博论指标从高档 并且转为向下 原本是向上的 变成8182 是不是转为向下 而且是在高档 好 各位 这一天是10月30号 我们进出的讯息在这个地方 这是10月30号 微博发给会员的PROVA讯息 3163PROVA 因博乐指标转为向下 请将我们在成本27.5买的PROVA 40元左右 市价获利卖出 再看一次 10月30号 好 一早开盘9点11分 3163PROVA 因博乐指标向下 请将成本27.5的PROVA 40元左右 市价全部获利卖出 好 各位 27.5买进的 就是在这地方买进的 这地方 好 这一天买进的是哪一天 这一天是8月26号 8月26号的时候 它就是收多少 收27.5 好 我给各位看证据 刚才各位所看到的 就是这一张对不对 这一张是卖出的 好 这是我们操作PROVA的一个图 就是K线图 这是当时候8月26号 3163PROVA 当时候买进的原因是因为 博乐指标 各位有没有看到 第一档向上 当博乐指标第一档向上的时候 各位 我们请会员 27.5左右 去做市价买进 好 买进去的时候 当然要设一个停损点 但是后来没有到对不对 然后就一直从这个地方 8月26号 一直往上操作 波段最后是卖在10月30号这一天 也就是这个位置点 这一天10月30号 我们把PROVA27.5的40块钱卖出 然后PROVA下跌 从这一天卖出之后 开始做下跌 那为什么会下跌 因为40块卖掉的原因 是因为博乐指标转回向下 好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你会发现当我们卖掉的时候 是在这地方 它的走势并没有马上跌 还出现了反弹 最后还跌下来 但是博乐指标都没有向上 包括连这一天 很多人在这一天 以为又要上工了 因为这一天又来到40块钱 对不对 我们卖在40块 那这一天的博乐指标有向上吗 我们拉近一点看 79.38 79.78 请问79.38 有没有高于78 没有 所以黄色还是低于这个紫色的 所以它叫做博乐指标向下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去做追价 从40块会套到目前 这个地方是30块 33块 好 那我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各位 刚才所看的都是所谓 波段的操作 对不对 我们之前操作Proway的时候 波段才有办法 这一路报 总共报了两个多月 从27.5 报到40块钱卖掉 但是我们在中间 做了非常多趟的价差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买进 我们拉近点看好了 买进之后 8月31号 29.3卖出 9月8号 30块再买进 这边 9月18号 37.8又卖出 等于30块买进 37.8卖出 9月24号 34.1买进 10月5号 38块再卖出 然后10月13号 37.4买进 然后从10月13号一直报到 10月30号 40块就是全卖出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总共做了一趟 两趟 三趟 四趟 为什么有办法抓到这样的一个卖动呢 各位 就是运用 30分线 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们买进了之后 各位 8月16号买进 9月8号 持续买的原因是因为 30分线 你会看到后面我都是用30分线进 当30分线 30块钱买进 没错吧 好 各位 这是当时候的一个图形 我们就不讲了 买进去了之后 刚才看的是这一张 30块钱买进 是因为30分线向上 9月18号 因为30分线向下 所以我们37.8 把30块钱买进的 在37.8卖出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刚才你各位所看的这一段 从30块钱买进 37.8卖出 同样为什么9月24号要买回来 9月24号买回来的是 30分线又再度转上 而且是从低档转上 所以我们是在34.1又做买进 然后9月24号 因为30分线转上 一直到9月18号 一直到10月5号 各位 30分线是不是有从低档 又来到高档了 所以我们从34.1买进的 又来到38 又把它做卖出的动作 这个都是做所谓的一个价差操作 都是价差操作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微博把每一波涨涨跌跌 它上涨下跌的原因都抓到 原因就是用30分线的一个策略 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你要操作短线 你可以用30分线来回做 你要做波段 你就用日线去操作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 波段才会赚到大钱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子 跟我的会员讲的 如果说你的一个操作 可以保持有一个波段的一个作为 当行情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市场上赚比较多的钱 这个是我给各位的建议 所以其实各位的这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操作都必须要有一个依据 如果你没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不晓得你该怎么面对 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目前台北股市操作难度 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高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绝对的方式 来帮你控制应该要控制的风险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要学习 博日指标的操作方法 我们会全新的把各位教导会 让各位可以很完整的 很顺利的去运用博日指标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当然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博日家族 那我们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亲自教学的转发 订阅 是全市场唯一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东东护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败金一定败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败金一定败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 股市中的常胜军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2752 5868 陈通投顾 陈老之 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你不知道上下车 两关事开门吗 在这 第一段 开启车门10公分 并转头确认后方 第二段 确认无来车后 再完全开启车门上下车 这样接不接啊 我记得了 好久不见了 上下车 我们的 destin 我们等一下 是这 别死了